一段打进那个电话呢 问一下王人嘛 再问一下到哪里的 姜文青 三点水的姜 我们换了文青 猜的青 男的女的 男呢 姜文青 15年过次啊 姜文青 15年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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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谁念的 叫谁念的 你自己念的 我自己 你有没有 我自己念的 你有没有请过别人念过啊 没有啊 有没有叫人家做过 做过什么道场啊 佛师啊 没有 都是我自己念的 感恩 要命 他现在做天马 要命 天马呢 啊 瑞瘦啊 他在哪里 哪个道 天道呀 天道啥 律界天 哎 上一次我打进他 呃 师傅 你说在那个 呃 社界天 现在怎么会下来的啦 所以我说 你叫人家 没叫人家做过 道场啊 什么东西啊 没有 我就上个月打了 呃 师傅说在那个 社界天啊 怎么搞的啦 嗯 现在跑到律界天 做天马了 哦 天马嘛 也没什么不好 也不能拿人间的动物来算算的 因为在天上的天马星空啊 独往独来啊 也他也是属于一种 啊 他可以 如果比方说他可以有归还正生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人 但是他平时的出来都是以天马 这种马的那种样子 你看看这个 这个过去不是西游记看过不是毕马文吗 对不对啊 嗯 嗯 就是管的那些天马啊 就是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掉下来 他肯定 他肯定过你过生日的时候 或者他 什么时候他到你梦里来过吧 没有 都没有 我就是 就是帮他生日 他是所有的食物的 用了荤菜 用了荤菜 用荤菜 还是用蔬菜帮他烧的 都没有 就专门用我们就按我们心灵草门那个帮他做 做一句帮他念 但是你还问啊 很好在那个受节天说五十六章嘛 哎呦 你现在差不多五十六章了 帮他念 要命 你这样吧 因为像天上的瑞寿 你一般的要求菩萨保佑 能够转为天人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你看看你念经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感觉你念经要有 如果有问题就会出这种事情 或者就是说 过去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怀念家里的人 然后呢 他的自己的魂魄 增生了下来 然后呢 跟自己的太太啊 过去的太太 做了那些事情 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动物天兽 听得懂了吗 但现在应该怎么怎么帮他 再帮他念 有没有下来过 你问你女儿 你有没有女儿啊 有 有女儿 你问问女儿 有没有梦到过爸爸 或者爸爸跟他有有有 有什么亲密的动作 没有 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啊 你问你女儿去啊 我有问我 我有问我女儿 她说她最近都没做她梦 前一阵呢 前一阵呢 没有 前一阵 如果说我本来有做 但是没有这个 这个关系的话 好像有一点点意象 看见了吗 哈哈 一点点啊 一点点 在 在天上有一点点 我告诉你 就马上就变一样 你它本来送上去 就不是特别特别的 实实 你听得懂吗 不是自己修上去 是被你们念经念上去的 一点点的答念 就会掉下来 听不懂啊 嗯 那 那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怎么 我应该怎么 再念啊 再念啊 求关世音菩萨原谅他 把他名字报出来 关世音菩萨 不要让他动繁星 我就是有一次 好像印象 有梦 有一点 我就觉得 忽悟在这这边 我又去菩萨 你看了吧 就是说 掉下来 那他就说 没有这个意念 这种的意念 有的 已经有的 他在天上 如果看到你 比方说 在人间一些事情 比方说 他动繁星了 他马上就下来了 本来不牢靠呀 因为你们送上去 他不牢靠的呀 听不懂啊 哦 他不是只有修上去的 哦 好了 嗯 咱就拿灯了一下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